N hay Hi, my name is Kary Won 今天呢,又要來開箱一個SSD Hi, my name is Kary Won 今天呢,又要來開箱一個SSD Hi, my name is Kary Won 今天呢又要來開箱一個SSD固態硬碟的部分 因為我們上次購買了一個SSD 借過彩雷 買到一個超級慢的美光P2固態硬碟 那一樣是2T的 我們今天又找到了另外一款 理論上應該是頗快的硬碟 因為就是 網路評價還有大家全世界公認 不錯的品牌 那這就是我們的 Samsung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又要來開箱一個SSD固態硬碟的部分 因為我們上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開箱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咧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開箱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又買了一個SSD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又買了一個新的SSD 那這個SSD呢 Hi my name is Kaiyuan 我今天又買了一個新的SSD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我又買了一個新的M.2SSD 那因為呢我之前買了一個 美光的P2硬碟 那整個是彩雷 速度慢到比傳統硬碟還要慢 那今天呢我們想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又買了一個SSD硬碟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我又買了一個SSD固態硬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前陣子買了一個固態硬碟 應該是還不錯品質的公司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Samsung 970 Evo Plus 固態硬碟 那這一個是 那這就是我們的 Samsung 970 Evo Plus 就是 那這個就是我們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970 Evo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Samsung 970 Evo Plus 那這就是我們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970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Samsung 970 Evo Plus 那雖然這個硬碟已經 蠻有一陣子的 就是它是老硬碟了 因為現在已經有980 可能之後還會出個990之類的 那這個是老硬碟 但是它的速度啊 跟它的效能 反正它的速度 跟它的穩定程度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網路評價都非常非常高 反正 我也不想要再繼續踩雷 所以我就直接買一個 算是一個 標桿的品牌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然後來實際使用看看 到底它的速度怎麼樣 會不會又讓我失望呢 希望是不會啦 好我們開箱 我們來看看盒子裏面 OK開箱 我們來看看盒子裏面 沒有什麼 哇塞 這個包裝感覺我覺得 超級漂亮耶 就是一個 這樣打開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970 EVO PLUS 它的特色好像就是 它是單面的 那個 那它的特色好像就是 它是單面的 就是它只有單面有東西 另外一面是 完全是平的 完全沒有東西 這還蠻特別的 對啊 OK那我們盒子裏面 那我們盒子裏面還有 OK那我們盒子的盒子裏面 還有一些 說明書啊 保證卡跟說明書 好就這樣搞定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硬碟 插到我們的電腦裡 看看到底 速度怎麼樣 好 那我想說我們用同樣的M.2外接硬碟盒來測試 因為我們之前美光那個P2硬碟 我也是用這個外接硬碟盒ASUS的Strike Arian這個硬碟盒來測試 所以我就想說為了公平起見 想要看看到你兩個速度差多少 那我們就還是把它裝到我們的硬碟盒裡面 因為我最終的使用應該還是會放在硬碟盒裡面使用當外接硬碟 而不會把它插到電腦裡面就是當PCIe那種超快的硬碟 就外接硬碟單純就是儲存影像資料 就是像我這樣拍影片啊 然後可能要把它存到一個外接硬碟 就是暫時存放因為檔案都非常非常大 然後如果要剪輯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個外接硬碟 就可能還要再把它傳到電腦裡面的M.2來剪輯 但是我們如果有這個外接硬碟的話 我們只要把USB插上去就可以馬上剪輯了 應該是速度會差就是效率啊 就是我們不用再傳來傳去檔案的部分 應該會省下不少時間 好了 好了搞定 OK搞定 2TB的 OK搞定 2TB的 OK搞定 OK搞定 2TB的970 EVO PLUS 就給它裝到我們的硬碟盒裡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實測看到底速度怎麼樣呢 1TB的 1TB的 すごい 3TB的 2TB的